女孩得了帕金森身体抽搐 妈妈却以为她神仙附体 天天敲锣打鼓 想把女儿培养成哈利多特 因为不配合 女儿没少挨打 这天女孩实在受不了 一刀杀死了自己妈妈 她在尸体旁边守了一夜 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发现 体检显示 女孩患有重度肌无力 根本不可能持刀伤人 也就是说 凶手很可能不是这个女儿 葬礼上 几人见到女孩哥哥 尽管妈妈恨死 哥哥还是很同情未美的遭遇 妈妈整天装神愣鬼 女孩的身上遍体鳞伤 全都是妈妈虐待的痕迹 那天深夜 妈妈又在折磨女儿 激动的男友忍无可忍 不过笔手 一刀杀死赵女娘 事后她将现场清理的干干净净 本想一走了之 却还是对女孩放心不下 医院里女孩装疯卖傻 其实就是在为男友脱罪 真凶已被绳之以法 可这天法医发现 男人家里的照片 竟都是案发后打印出来的 也就是说 这个男人故意将两人关系暴露出来 等待警察发现 房门的钥匙 现场的皮鞋 所有证据就这样 整整齐齐地出现在了一起 这不免让人产生怀疑 其实杀死妈妈的就是女孩在 当男人闯进来的时候 女孩已经神志不清 为了给心爱的人脱罪 男人磕磕手掌 在皮鞋下涂满血迹 他甚至在葬礼上 故意接触警察 生怕自己不被发现 看到警察一步步 走进自己的境界 男人才安心自首 几天后 法医找到无罪释放的女孩 此时她已经穿上了 妈妈的衣服 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大使 其实她的心里 一直充满邪恶 接近男友 只是利用情感POA 让男人为她顶罪 如今除掉了妈妈 女孩彻底自咬 毁于没有证据 警察只能眼睁睁地 叹着她逍遥法外